女生寝室第二部 第三十五集 一个人影从棺材里黄黄地爬了出来 衣着华丽 金冠闪烁 仿佛远古的皇族一般 脸上戴着一个面具 你总算来了 何剑辉横了一声 面具人仿佛在笑着 我总算找到你了 何剑辉先生 这场对局他是胜利者 所以他现在有心情笑得出来 何剑辉先生 你以为你买通了精神病院的医师 找一具和你相近的尸体 把那具尸体的牙医记录伪造是你的 就能骗过我吗 你只能骗骗那些没守成规 石骨不化的警察罢了 其实自从你出现在方元的身边 我就怀疑你是何剑辉 你对方元的那份感情 出卖着你 只是你的整容手术做得太成功了 而你的表演也太好了 所以我一直不能肯定 秦月惊叫了起来 你就是闯进我梦中的神秘人 是的 我就是闯进你梦中的神秘人 亏你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怎么这么容易相信鬼魂之说呢 你是怎么闯进我的梦境的 很简单 在你睡着之后对你进行催眠 你以为催眠只对清醒的人才有效吗 其实催眠对熟睡的人更容易实施 因为人类这时的潜意识是最活跃的 秦月明白了 既然是催眠 她就不能预知她男朋友蔡文强的命运 蔡文强被她捉肩在床 是她指使别的女人引诱蔡文强的 蔡文强惨到车祸横死 幕后的指使人也是她 她做这些只为了取信秦月 让秦月真以为她是无所不知的幽灵 至于她能一直找到秦月 说穿的也很简单 她肯定在秦月随身物品上放置了追踪器 所以无论秦月逃到哪里 她都能找到 无论秦月将门窗关得多么严实都没有用的 她随时可以催眠秦月 窃取秦月的钥匙 面具人说 好了 既然你全明白 我也会兑现我的诺言 以后再也不纠缠你 秦月急忙哀求 那你放我出去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要到什么时候 这就要看何建辉先生了 何建辉冷眼看着面具人 我知道你想夺起我手里的千年血欲 不 你说错了 我是拿回自己的东西 这块千年血欲本来就是我们族中的宝物 族中的宝物 这么说你不是汉族人 面具人说漏了嘴 急忙刹车 你别管我是什么人 现在的局势你很清楚 如果你和这两个女人想活命 就只有一个办法 把千年血欲交给我 这一点 面具人说的是没错的 何建辉他们被困在了铁笼里 叫天不应 脚地不灵 手机没有信号 逃跑没有工具 如果面具人不放他们出去 他们只能坐以待毙 可是千年血欲不在我的身上 不在你身上 那在哪 告诉你也可以 只是你要发誓放我们走 好 面具人想也不想 赌咒发誓 誓言极毒 不但是他自己 连父母子女都咒进去 何建辉似乎很满意 面具人的毒誓 他骚了骚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 我想看看 一项简约朴素的小谷 穿着华丽彩服 是什么样子 面具人正了正 然后大笑 何建辉就是何建辉 果然聪明 面具被接下 露出小谷那张得意忘形的脸 我是哪里露出破绽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何建辉微微地一笑 很简单 袭击方圆的行动 是从陈安琪被害之后才开始 我比你早来到医学院 医学院里有什么人我很清楚 在这期间 医学院只见了几个人 而你恰恰是其中之一 而且进来的原因很勉强 我暗中调查过老谷 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回到老家养病 而是神秘地消失了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侄子 你不觉得你的很多言谈举止 都和一般人不一样吗 孤僻得有些反常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年轻人 小谷鼓掌说 好了何建辉先生 我真的很佩服 不过现在毒誓也发了 面具也接下来 你总应该告诉我 血鱼到底藏在哪儿了吧 何建辉微微地一笑 好吧 你听好了 血鱼藏在我被关的 那家精神病院房间的床脚底下 小谷也是笑容可惧 好 谢谢你了何建辉先生 你再耐心地等一会儿 我现在就去取血鱼 拿到了就放你们走 要是你骗了我 你完全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吧 说完小谷匆匆躺回到棺材中 原来那具棺材就是走出这个密室的秘密通道 小谷走后何建辉神情黯然 似乎有一件很为难的事难以决定 反复地夺了几个来回 望了望如同受惊小鸟般的方圆和秦月 脸上浮现出坚毅的神情 咬了咬牙 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小水瓶 一只针管将水瓶中的液体注入到自己的血管 做完这些之后 他慢慢走到了方圆的面前 方圆不禁颤声地叫起来 别 你别过来 何建辉柔声地说 方圆 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 我知道我以前走火入魔做了很多坏事 害死了很多人 所以才会让你这么害怕 但你相信我 我的心理恢复正常了 你是说 是那块血域让你走火入魔 没有那块血域 你还是个好人吗 是的 那块血域是人间至宝 有种神奇的魔力 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情思维 我驾驭不住 所以才会变成那样 方圆半信半疑 何建辉脸色欺然地说 算了 你信不信都无所谓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你陪我说说话好吗 你要死了 小谷不是答应放我们走吗 你看他发那种毒誓 连自己的父母子女都拿出来诅咒 这种人无情无义 心狠手辣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你还真的相信他 我不过是用缓兵之计 骗他去精神病院走一趟 那你也不会死啊 只要他没得到血域 就不会杀你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 没用的 这里是绝地 没办法可想 只有我做出牺牲 才有可能救你们出去 牺牲 方圆想起了何建辉刚才的动作 你对自己注视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湖水 是我以前从月亮湖中咬出来的 当时只是觉得好奇保存起来 没想到会用在自己身上 方圆总算明白了 何建辉往自己身上 注入剧毒的月亮湖湖水 到时毒性发作 发挥出身体的潜力力大无穷 可以像韩君一样 把铁龙的铁栏拉开 方圆有些感动 你不用这样做的 我只能这样做 方圆无语 直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站在他眼前的 究竟是邪恶的魔鬼 还是圣洁的天使 也许每个人 都是魔鬼与天使的混合体 是魔鬼还是天使 就要看他所面对的是谁了 从这里去青山精神病院 来回最快也要两个小时 我想时间足够了 不知道我变成僵尸会是什么样子 不会的 你不用安慰我 除了你 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可眷恋的 现在 我只想和你说说话 方圆默然 抬头看了看秦月 秦月正靠着栏杆 目光投向别处 何剑辉坐在方圆的面前 唯唯而谈 其实一直是何剑辉的倾诉 方圆只是个倾听者 原来何剑辉八岁时就成了孤儿 无人照顾 跟其他的流浪小孩一起流浪街头 像野狗一样的生存 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在他流浪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餐馆 餐馆老板的女儿和他同龄 是他以前的同学 可怜同情他一直暗中地救济的 在他最黑暗的时刻 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希望和温暖 他发过誓 一定要好好报答那个女孩 后来他被好心人送去了孤儿院 接着被人领养 上学读书 参加工作 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 他找了很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 而方圆的到来让他眼前一亮 方圆的长相 气质都很像那位女孩 或者说很像他印象中的那位女孩 他一度将方圆当成了那位女孩 这也是他之所以迷恋方圆的原因 其实那位女孩似的心中 最美最真的梦 方圆让他这个梦在现实中继续 说着说着 何建辉的脸色就变了起来 一会儿变得惨白 一会儿变得铁青 一会儿变得鲜红 他知道体内的毒素即将要发作 对着方圆抱歉地笑了笑 在我失去理之前 你们有多远就离我多远 千万别靠近我 尤其是身上不要有血腥味 何建辉走到铁栏面前 两只手各自拉着一根铁栏 他静静地等待着毒素的发作 忽然 那具无名棺材又响起了异动 小谷气急败坏地从里面爬了出来 何建辉先生 你说谎 我去了青山精神病院 根本就没找到血欲 何建辉诡异地笑着 那块血欲一直就戴在我的脖子上 你自己过来去 小谷有所察觉 站在一旁迟疑不局 你的脸色怎么变得那么古怪 何建辉一把扯去了自己的衣领 补颈上果然挂着一块血欲 晶莹剔透 柔和的红色光芒 缓缓地留意 小谷两眼发直 贪婪地盯着血欲 想也不想 急不上前 手弱闪电 一把扯断 项链抓到了血欲 何建辉大喝了一声 双手用力 两根铁栏竟然真的被拉出了一个弧形 他柔身扑向小谷 小谷看着手中的血欲稀奇若狂来不及闪避 被何建辉扑倒在地 方圆和秦月立刻从弧形的缺口钻了出来 迅速逃到了那具无名棺材的前面 秦月揭开了光盖钻了下去 方圆站在棺材的旁边 回头望了望搏斗中的何建辉和小谷 小谷擅长搏击之道 伸手敏捷 极弱闪电 可无论他怎么踢打 抓摇顶撞 何建辉两手死死抓住 他的一只腿就是不放 壮弱疯狂 张口就咬 在鲜血的刺激下 何建辉已经彻底的疯了 方圆忍住呕吐感 最后望着一眼何建辉 钻进了棺材 他的身后传来了小谷痛苦的惨嚎声 两天之后 一个傍晚 方圆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月亮湖的蘑菇亭 苏亚挥着手跑了过来 手上拿着一个精美的礼品盒 这是别人寄给方圆的包裹 方圆打开了礼品盒 里面放着一块晶莹剔透 小巧玲珑的血色的玉坠 柔和的血色光彩 映红了方圆的脸 在礼品盒的背面 写着一行小字 送给我最爱的女人 何建辉 谢谢你们 我和你一位 好 我和你一位 我和你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